這隻跟這隻 都是我摸麻將摸到的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維多利亞的城堡 現在我在三道門旅店 然後今天的目的就是要讓伊安這個已經住在台南 超過多久 你說多久 一年出了 超過一年 他說他都還不知道台南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現在目的就是要帶他來體會台南的美食之都 裡面有哪些小吃 哪些好吃的東西 第一站我們來到中正路巷弄裡面的楊城油雞創始店 楊城油雞 油雞下面有超好吃的椰蘿蔔 這個港式炒牛肉麵裡面有一個很香的貨氣 一人說讓他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這是另一款油雞 但是招牌那個比較好吃 其實我覺得台南最好玩的地方都藏身在巷子裡面 不管是景色或店家方面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驚喜喔 下一站我們來到海安路的專制口渴 前面的樣品都是老闆當日現泡 古早味漸層飲料 今天海安路這裡有市集 所以有一段路封接了 人潮也很多 接著我們去花園夜市打蛋豬 一眼超愛打蛋豬 一次就可以打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夜市真的什麼都有 大家看這個青蛙狗零食 突然我超想吃舒芙蕾 看老闆用噴槍把桃弄融化也太療癒了吧 舒芙蕾 斷斷斷 斷斷舒芙蕾 你為什麼不跟我一起拍 要吃紅皮啊 吃飽喝足之後 你猜這傢伙又跑去幹嘛 沒錯 他又去打了蛋豬 而且一次就中99的8倍 天啊 他一次中了快要800顆蛋豬 瞧瞧他的臉有多爽 接著他又打了100年之後 我都有時間去摸麻將摸到一隻娃娃 山道門是個文創旅店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很文青的小布置 早上醒來之後 我跟一眼到他們家的頂樓上面看 有一個吊床可以曬太陽 但今天真的太熱 真的熱爆了 中間有一個類似包廂的區域 三五好友晚上在這裡喝東西 應該也是蠻chill的 接著往前走可以看到一個造型釣椅 如果在這裡再加一些燈飾晚上 應該蠻適合網美來拍照的喔 再往前走有一個小魚池 隱身於都市的大自然的感覺 頂樓室內是一個圖書館 對於今天的行程你的感覺怎麼樣 不錯啊 滿心期待 好 我們不能辜負一眼的滿心期待 第一站就要吃個厲害的 陸記水晶餃 只有在地台男人才知道巷弄中的水晶餃 撲鼻而來就是個超香的筍味 它這個是可以單顆買的 單顆是16塊 晶瑩剔透的皮配上裡面甜甜的肉 還有筍子 真的是個超特別的飲食體驗 接著我帶一眼去府前路上 超有名的三代魚皮湯 來這裡就要點這個脆脆的魚丸子 一眼對海鮮要求很高 所以他覺得還好 但還是把湯喝完了 接著我們去買克里肉包 這間其實就在魚皮湯的旁邊而已 最有名的是肉包 但還是有很多其他口味 口廟對面的巷子 有滿滿浮成懷舊的古早味 下一站就是這家寶哥黑輪啦 雖然他叫黑輪 但大家都是要來吃炒泡麵的 這要內用的話人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最後我們外帶 巷子裡旁邊有人在做碰糖 這就是把黑糖加熱之後 加一些小蘇打 然後猛力的攪拌 它就會膨脹 固化之後就會變成碰糖 接著我們來到慶中街綠豆湯 這裡也是人多到無法內用 我喜歡點綠豆湯加粉餃 會讓濃濃的綠豆湯多一層口感 剛才外帶了那麼多東西 我們到波哥點了 飲料在這邊內用 波哥個人大推綜合腥味 跟愛玉蜜兩款飲料 然後你都說 喔 就一般般啊 對我來講那真的是一般般的東西啊 好吧 這次的台南美食之旅 好像有點稍微挑戰失敗 伊安似乎覺得台南的美食有點還好 這時我們其實已經吃得很飽了 但是我們已經提前訂好了圓頂西餐廳 這間的自助餐都是用一些便宜的食材 並沒有特別premium的感覺 我跟伊安溝通了 我們之間為什麼上午會出現一些矛盾之後 你猜他做了什麼 哇這個真的是太好吃了 早餐早餐 沒有辦法我不敢吃生意 非常好吃 是不是覺得真的很可愛 或許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台南跟他快要在一起一年了 喵咪 因為真的吃太多東西了 我們需要走一走 所以我們來到附近的台南司法博物館 這裡在開放時段都是可以免費入場的 外觀有一種歐式建築的感覺 加上一些台灣本土的Style 這裡是台南地方法日的前身 個人覺得這個大廳超有個性 歐式梁柱中間放了一個匾額 真的超帥 司法博物館就在美術館的對面 有固定時段導覽解說 第一個參觀的部位是居留室 我們就把伊安留在這裡啦 伊安再見 這裡早就沒有居留所的氛圍了 還有很多可愛的看板 可以拍一些打卡照片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以前居留所的樣貌 真的是又長又窄的空間 雖然司法博物館就在車水馬龍的府前路上 但這裡面一點也聽不到外面喧囂的聲音 這是一個很輕優適合親子也適合情侶來約會的地方 除了居留所之外 他們也把之前的法庭改成一個模擬法庭 可以進去體驗之前判決進行的樣貌 重點是這裡假日人也不多 逛起來很舒服 那冷氣是這樣用的嗎 很熱啊 還有以前法官會穿的一些髮袍 針對大家對司法上會有的一些常見問題 也有快問快答 這是以前的卷宗 這棟建築之前存在的一個高塔 現在高塔已經不在了 所以就有這個裝置藝術作為代表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之前建築樣貌的模型 非常感謝已經看到這裡的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跟內容 那麻煩可以給我一個訂閱跟按讚作為鼓勵喔 非常感謝已經看到這裡的你 大型博物館我其實都蠻 寄望台灣的博物館也可以有這種 可以做一些美勞啊畫畫之類的區域 這個司法博物館裡面竟然有 而且畫完畫之後還可以蓋章 最後一個景點是個放鬆的行程 第一次來掏耳朵 我們來到安平的耳朵先生 會先幫忙做一個耳道的精密檢查 確認耳朵狀況之後才會開始按摩跟清理耳道 真的超舒服 我整個睡很熟 在超舒服的掏耳朵之後 店家貼心準備零食跟點心 只要按讚跟分享到社群 就可以免費獲得喔 晚上我們到永大夜市吃一間伊燕說 很好吃的臭豆腐 這個千絲熔岩玉米很多人在排 看起來很壯觀 晚上還是要運動一下吧 我跟伊燕就是華倫認識的 就是他在教我厚溜 這樣下次來台南知道要怎麼玩了吧 下次再見囉 掰掰